在许多80、90后的青春记忆当中,相信不少人都有收藏过SHE的专辑,这个曾经火遍亚洲的女子天团放在如今来说,依旧是实力抗打的超级唱江。 如今的SHE虽然已经各自单飞,但是组合依旧没有解散,只不过因为之前签署公司的缘故,她们没有办法在同台合体演唱自己的成名曲,但尽管如此,她们依旧是女团时尚的不朽传奇。 说起SHE其实也是非常的梦幻,三个女孩子当初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都不是出于自己的本意。 Sarina陪着妹妹过来参赛,结果自己拿了奖,艾勒和叶也是莫名其妙地成为了组合当中的天选之女。 就这样三人共同出道,迎来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《恋人未满》,但因为当时的一些社会环境的影响,导致她们的唱片即便是在大肆宣扬的情况之下,依旧没有很大的起色。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个新任女子团体会被泼冷水的时候,在签售会上人满为患的景象,注定了她们的不平凡, 凭借着完美的唱跳实力,加之组合当中的一些流行沙马特元素,SHE成为了当年的爆款,换句话来说就是几乎线下90后的青春记忆。 而在后来因为各自都火出圈,因此她们也成为了三菲的团体,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领域有了更好的发展。 田富珍依旧是钻研于自己的音乐领域,陈佳化和任佳轩则主要专攻影视方面,然而任佳轩在拍摄《我和春天有个约会》的过程当中,却因为剧组的安全措施不到位,导致她和另一个主演于浩明等工作人员,在火灾现场遭受重大的伤害,而也正因如此。 在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当中,她都无法勇敢地指示他人,很在意别人的看法,守住刚刚恢复的任佳轩,因为常常要穿着人造的皮肤,因此她也会被身边的人嫌弃。 不过作为姐妹的陈佳化和田富珍却从来没有嫌弃过她分毫,就在任佳轩因为自己的容貌被毁,变得脾气异常古怪时,其他两个女孩却表示她们会永远成为任佳轩的后盾, 无论她是否有经济能力去偿还当初贷款买下的房子,她们都会帮着她一起,就是因为这样的姐妹情谊,让人家宣慢慢地从困境当中走了出来,也让她重新点燃了对生活的信念。 如今的SHE已经不能像过去一样,以组合的方式在舞台当中献唱,但是说起她们过去的辉煌,确实也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。 当初的她们曾在北京奥运会宣办成功时,演唱了《中国话》这一首单曲,而她们的很多专辑销量也是领先亚洲,就在那个神仙打架的音乐年代,每个人都在努力地为自己的专辑销量做宣传。 SHE却可以凭借着她们的每张单曲都火爆亚洲,也正是因为有如此实力,才会让她们在多年之后依旧成为不可跨越的女团标杆。 对于三人来说,她们当中并没有所谓的C位,更多的是她们觉得站在中间的人,才更应该受到大家的保护,只有大家都好的情况之下,才能让整个团队变得更加的优秀。 也正是因为这一份相互迁就,相互成就的情感,让她们直到如今还是许多女团的偶像。